送禮是過新年的傳統雜組 不過今年疫情下 禮品市場未必及往年 但有新進的品牌 今年新年的訂單比去年多了三倍多 究竟它是怎樣做到的 今年農曆新年的檔期 比我預期好很多 對比我上年的紀錄 到這一刻為止 其實我是多了三倍半 我相信過了今年的元旦 整個新年來計算 我相信應該是五倍至六倍 應該是比去年的增長做得到的 這是比我的預期有一個很驚喜 以月餅起家的黃月 只是成立短短兩年紀 起就迅速冒起 即使在疫情下 今年農曆新年的禮盒訂單 更加是按年大增 Martin認為 除了產品要好吃 品牌推廣亦都很重要 新年送禮 傳統上都有一定的需求 問題是 顧客會選哪個品牌 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現在食物來說是說幾件事 產品質素 知名度 形象 甚至包裝合不合時宜 這麼多因素加起來 就是構成股客的購買意欲 我們是一個傳統的手艾 用一個新式的做法 吃下去覺得很有新鮮感 還有我們的包裝、設計 都是比較現代化 適合現家的潮流 在疫市下 一般公司會想盡辦法折散開支 但是黃月就反其道而行 去年疫市擴張至12家門店 以我一間新公司來說 如果我在一個保守做法 我相信公司未必捱了下去 第一件事就是 我品牌未能推廣 不像那些百年品牌那些 我不可以這樣守法 我守法公司一定會慢慢衰落下去 我趁這個機會開張 當一個品牌宣傳 第二件事的話 我這樣開張 亦都可以增加我的收入 因為銷售會多了 銷售點多了 散額自然會多了 憑著主動出擊 擴大品牌知名度的策略 黃月今年亦都計劃 再增設多六至八家門店 希望帶給消費者 更方便的購物體驗 我找新鋪的原因 我希望可以給顧客更好的體驗 舉個例子 例如你想買一盒彈卷 或是蝴蝶鬚曲奇 這些其實不是生活上必須的產品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一定要給顧客有一定程度的方便 你不可以說從這裡去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我就買了一盒彈卷 其實這件事是會有人這樣做 但比例相對會少了很多 所以我們都在香港重要的地方 例如剛開了的 就是現在的東蔥、沙田、將軍樓等等的地方 給顧客方便也是購物體驗 今集營商有計 新進品牌而主動出擊 逆史擴展、宣傳兼給客 IN居中迫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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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